强力代仆安波和勒的官司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 看来离大结局应该不远了 现在安波和勒几乎已经完全处于劣势 最新进展是他早年恐怖情书曝光上面写着 我依然想撕碎你吞噬你并品尝味道这样的句子 最后被强力代仆的王牌女律师反问 你一点都不怕他对吧 安波和勒被问得哑口无言几乎无还手之力 不过他本人似乎并没有放弃 还在庭上质问强力代仆为什么不敢看他 强力代仆苦笑说自己不想看起来有些可怜 相比于安波和勒的强力代仆的状态真的不要太好 出庭的时候向开粉丝见面会 甚至自己手里还举着一大朵红玫瑰 看起来胸有成竹行星去上 不过强力代仆能获得这么多支持 还真的离开这位王牌女律师啊 条理清晰的一一反驳了安波和勒的这种组 大家也不妨跟着等待最后的结果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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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